第二天早上,吃完早餐就去了游泳 看不見到那隻白白豬 金山真的很妖牙 水是清得見到影子 你有什麼想買,你告訴我吧 拜拜 我們現在出發去逛街 去寶吉一個最新的商場 裡面是可以打破大家對寶吉的印象 不只是陽光與海灘,有商場可以逛街 有很多店舖,有現在最流行的Gentlewoman 我都想去看看有沒有買的 到了,這裡是分兩邊的 這邊是比較高檔的牌子 然後有個天橋 去到另一邊是比較彎的牌子 今天當然是兩邊都走 我看到有LV,然後是MS 然後Pucci,還有Dior 我以前去寶吉是沒見過這麼大的商場 有小貨車 糟了糟了,我有大鄉里 哇,怎樣啊 這裡很棒啊 然後它又會有泰國的元素 然後我們逛街了 這裡會有H&M Ulico Kiss Pormelor 然後有Zara 然後有海底撈 對,我看完名牌了 我有雙鞋子很想買 但我不捨得買 找到了,現在進去 看看有沒有買的 哎呀 這個小小的好可愛啊 超可愛啊 好了,已經有目標了 它還有泳衣 然後呢 我要幫媽媽買這雙鞋子 她說喜歡啊 太好了 這裡有太好了 還有現在應該很流行的 這雙鞋子 很棒啊 哦,它的toe bag 應該只有這裡 我猜 最受歡迎的那些都未必有 Hi 小的話是這幾款 哇,有小朋友衣服啊 好可愛啊 然後會有一些帽子 大家有手信啊 有夾糖啊 原來夾糖是很國際化的 都是這些可樂糖啊 蟲蟲糖啊 跟葵廣是差不多 這裡是89塊 100克 這裡吃拉麵超便宜啊 它的價錢是 跟香港好像差不多 但是這裡是隨四的 哇,真的二十幾塊一碗拉麵啊 最後都是想試一下這個商場的Foodcock 看看有什麼吃 先 裡面都很大的 好,我就吃海辣雞了 我不想了 還有這個是蛋包飯 它是馬上做的 看著它做的 你吃什麼啊 我在想吃雞飯啊 我都說的啦 你一定是跟我撞的了 它突然走得超快 吃雪麵 好吧 那吃雪麵吧 照片是約三、四十塊 好誇張啊 絕對是超級驚艷的一餐 看到我吃完的表情 說明了一切 哇 由於太好吃的關係 我們決定再點多兩碗 大家沒見過我們這麼誇張的吃東西 就知道這個是超級驚艷 這裡是多少錢啊 一百四十塊 一百四十塊 剛才我記錯了 是這個船河七十塊 然後雞飯是五十塊 哇,這個雞飯很划算啊 是啊 十塊左右了 好吧,我不客氣了 這次點了一個是豬肉的粉絲 然後這個是跟剛才一樣的 都是牛肉的一個金邊粉 它是超級超級好吃啊 哇,真的不行了 一定要再安排這個 好誇張,真的吃光了 我們是一個雞飯三碗船河 全部吃光了 好飽啊 但是很好吃啊 走完商場呢 我們就走市集 然後我們剛才去開車 他就告訴我 有個Sunday Market 今天星期六 真的沒有開的 他就告訴我 可以來這個Laka Market那裡走一下 好像很大 這個市集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們還是日後呢 我就覺得不是太適合我走 只買了幾件小朋友 三送給朋友 那就完結了 我們就去下一站 這個珍珠奶茶是粉紅色的 19匹 對港幣19元 都便宜了 它還要是19匹 但是我們就嘗試去喝一個 貴一點的 紫色的 49匹 它是一個紫薯鮮奶 再加上粉紅色的珍珠 好緊張啊 我還打算買個雪糕 是椰汁榴槤雪糕 是不是好像很棒啊 它有些綠色的米 吃得了 那個紫色 好像有顏色 為什麼沒有粉紅色的 我超期待的 沒有的 它上面有那些 芒果糯米飯的糯米 我覺得它的味道很好吃 雖然它沒有榴槤的融 但是它的味道是完全榴槤味 超香 大家逛超級市場 會不會這樣 我買了超多的紫菜 然後有超多的魷魚 因為有很多朋友要送 然後有鹹蛋麵 有泰式奶茶 這個我來買的 先生你的腎 不要只說我買東西 其實這位先生也是會買東西的 我小時候吃過 那些小魚乾 小魚乾 回酒店放下東西 就出去了沙灘那邊 超級熱鬧 有很多不同的攤檔 所以我們決定 熟介 吃這些不同的小食 是很地道 很有風味 真的很好吃 怎麼樣 你有什麼想吃 你有什麼想吃 我在看 那一間很多人 這個好像很好吃 炒魷魚蛋 我來玩 深深黏黏了很久的香蕉煎餅 在泰國吃的香蕉煎餅 口感味道跟香港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這個真的很棒 在市集我都買了很多食物送給朋友 送給大家做手信 應該由插家 給大家送給我 這個就是我在報吉的Day2 很簡單 因為這次都是放鬆一下 沒有跑很多行程 希望大家會喜歡看